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都喜欢 但是呢 我们知道这一个事情总有两面嘛 那其实同样是把一件事情做好 但是它有不同的角度 就像联波和立香炉 我们以前学过的那个 一个是文匠 一个是武匠 武匠说我在外面拼杀 你这个文匠只是刷刷嘴皮子啊 这个有什么用呢 然后这个立香炉说他很大肚啊 通过间接人传到这个联波的这个耳朵里去 联波觉得有道理 其实你也是为国家好 其实大家不分彼此 同样的 我们说国家好 这是为国家做贡献 这个鼓舞士气 但是把国家一些阴暗的地方揭露出来 让我们直接去面对问题 实事求是去看问题 这同样也是条条道路通罗马 一样是想把一件事情办好 就是把这个国建设的更好 所以我今天又要开始了 说一下中国社会的一个阶层分布的问题 其实这个不是我自己的观点啊 是2013年的时候 年中突然间出了一篇文章 不知道这个作者是谁 也不知道他是来自于哪里的 总之这篇文章就这么出现了 那网上很多评价啊 然后评价最高的是 他说这一篇文章啊 感觉比社科院几十年的研究都还要更强啊 当然这个是保险的过分了一些 但是他的一些标志性的事件和分析 还是确实是有他的一套的 这就是什么呢 就是中国社会分作九层 这九层中作者又把它归纳成三层啊 我是按照自己的条理来给大家介绍这篇文章的 和他的这个描写的这个逻辑和顺序的 就是一二三是一层啊 是统治阶级 那四五六是一层 就是他们这些阶层是能够享受到经济发展的好处的 就是一到六层 那四五六呢 是过得还不错 还可以 就六已经是到你能享受生活的最底下的了 再往下走就不行 七八九就是属于无用阶级 就是按照这个人类简史作者的那套说法 就是他们的工作应该是用可以用AI可以替代掉的 就现在具有一定智慧的这种工具 机器人是可以替代七八九的绝大部分工作的 就无用阶级 七八九过的生活是很悲惨的 尤其是中国应该说这篇文章就是针对中国写的 就是指我们中国社会七八九层的这个是没有什么获得 一个好的生活技术的 我们先说一二三层是这样的 第一层是这个仓位级别的 那在任和退休的 他们对全国具有把控的一个局势 把控全国局势的一个能力 比如说我要镇压一个什么地方的一个什么事件 只有这个阶层他可以直接发动这个号令 把这个事件给处理掉 把他给消灭掉 比如说当时的乌坎的事件 或者是新疆出现一个什么动乱 那么我们应该用什么方式去处理 包括处理一些中国的国际问题的时候 他们直接具有这些政策的最大的一个决策权 那第二个阶层呢 是指这个中央委员这一类的 就是各类的地方诸侯啊 比如说大省的省长呢 这种大市的市长啊 这些他们比如北京上海 他们这些市长啊 他们的这些对局部 就是诸侯嘛是地方势力 你对这个地方的这个能力 具有把控的作用 然后一和二的差别在于 二他没有把控全国的能力 他把控的是地方 那第三个阶层呢 是这种非常具有实权的局级干部 还有一些特别大的明星啊 特别大的这个商人 像马云这个阶层啊 他可以到这个位置 他对一个行业具有把控的能力 这个行业可能是一个特别大的行业 比如说马云 他在电商界呼风唤雨 对不对 那到了第三个阶层呢 还是体制内的 就还是一些中型市的市长啊 一些小省的省长啊 还有包括一些地方的要员呢 那这一部分人呢 他们也是体制内的人 但是随着社会的变化 我觉得马云这一类人 应该可以归为第三类 但是作者当时写的时候 是把马云归为第四类 就是你体制外的人再怎么OK 你也只能啊 你也不是统治阶级 你也是统治阶级之下的一个人 那统治阶级 作者给了一个描述是 就你这个阶层是封闭的 它是不会受外界打扰的 不管这个社会怎么变化啊 不管在什么样的国家啊 哪怕不是中国啊 这篇文章其实为中国写的 但是如果你是在美国在欧洲啊 你同样的 你这个统治阶层是不会变化 是固定的 但这一点呢 我想补充一点 就是作者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 有他时代的局限性 别看只有四年的时间 现在是2017年 但是因为这四年发生了非常多的这个变化 比如说我们的薄熙来啊 包括最近的这个 这个孙正才啊 都已经下台了 包括周永康啊什么 这些事情表明什么 其实一二三层是有变化的 但是作者认为一二三层是封闭的 是固定不动的啊 他是这个时代 每一个时代的最终的一个受益者 但实际上啊 作者是把这个固化看的实在是太严重了 因为这篇文章描述的也是一个固化的问题 好 紧接着四五六 那第四层呢 他是说第四层跟一二三啊 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啊 这个千丝万缕用的非常好 我当时看这个文章的时候也这样觉得 就是他有联系 但他又不是这个阶层的人啊 他能够从这个阶层获益 但是呢 想要再上去是很难的 因为一二三层他需要奇遇啊 也是一个关键词 需要有奇遇你这个人才能上去啊 比如说马云啊 我们现在把我归类为第三类啊 他现在具有一个特别大行业 因为我们现在中国已经有资本了 当时作者写这个文章的时候 他把中国完全描述成一个权利制的社会 但是我们看到 其实在中国资本的势力越来越强大 他攀升的位置将会越来越高啊 就不是说啊 作者当时写的时候说 这个啊 就是只有权力体制内的人才能到一二三 才是统治阶级 但其实我们看欧洲 看美国啊 你像特朗普 他之前虽然不是美国总统 但他一直就是统治阶层 他的那个川普集团 川普 就川普大厦呀 有他们川普的这个酒店啊 房地产业啊 包括这个服装啊 旅游啊 包括电影事业啊 这个包括他还 这个是吧 这个做环球小姐的这个主席 他做了很多事情 他就一直是这个经营阶层 但我们中国是 权力的位置开始不停地往下掉 因为资本开始往上走 所以我们把马云先放进去 这个跟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观点 跟作者不一样的 好 第四层啊 是刚才说啊 是这个跟一二三有联系 那跟第五层的差别是在哪里呢 第五层 他跟一二三 跟统治阶层是没有关系的 但是第五层他可以挣到钱啊 他可以有自己的事业 比如说啊 呃 第四层刚才说的是 也是一些行业领袖啊 大律师啊 有社会知名度的一些人 他不光有钱 有社会知名度 跟一二三有联系 那第五层呢 他没有什么社会知名度 他就只是有钱啊 比如说啊 一些这个局部的 比如说你在一个地级市里面啊 做的一个不错啊 做一个小的开发商 你没有什么名气 但是你钱挣的不错啊 你养了几十号设计的团队 那有时候雇佣其能来 可能雇佣几百个几千个员工啊 这个工人帮你建楼啊 什么的 他有自己的事业 但是他知名度啊 比较小 或者是一些二三线的明星啊 他也归为第五类 那第六类呢 就是普通的我们啊 最普通的上班族啊 这个条件待遇不错的 比如说一些名牌大学生 一些记者律师啊 普通的记者律师什么的 当然知名的记者律师 那就是四五阶层啊 比如说像我们的财新集团的 这个总编辑啊 这个胡舒丽女士 那他当然就是一个第四层的 他跟一二三有联系嘛 对不对 我们都知道 那么他肯定不可能归为第六层 那像方明斌啊 这个也是归为第四层 跟一二三有联系嘛 那那第六层这个阶层呢 就是我们普通的啊 你读了一个名校 或者是啊 你能进一个国家的激光啊 还不错的激光 能有一个稳定的生活 或者是你读了一个研究生啊 出来之后啊 在私企里面做一个啊 中城啊 那你在国企里面呢 做一个中下城啊 这样的话 你在一个社会上 能够享受最基本的一个社会福利 那么还有一些标志性事件 就是你在这个城市里面 能够有一两套房子 或者是你是拆迁户 你有七八套房子 但是你其他方面的社会地位可能不行 那这也归了归为第六层 那么第六层是这个社会 能够享受利益的最后一个阶层 就他们还算是能够在这个社会中 过得比较体面啊 这是最后一个阶层了 那接着七八九 其实作者还有一些 其他的标志性描述 比如说一二三都是坐飞机的 私人飞机 那四五六呢 从头等舱开始一直到 最后的是要坐高铁 坐普通的铁路 那七八九的都是坐火车 坐绿皮车的啊 作者当时是这么写的 那现在七八九 跟当时的七八九又有了变化 因为这几年的这个AI发展的很快 所以我们又出现了新的一些词汇 叫做无用阶级 就是刚才前面提的 这个人类简史的作者说的 就是这七八九啊 以前的时候我们还说 特别是在我们中国社会啊 你在富士康里面 那七八九还是可以去富士康里面工作的 啊 你可以贡献你的劳力嘛 你在智慧上面对这个国家没什么贡献 但是你有体力啊 你可以像罗子像马一样去干 啊 没有歧义啊 没有歧视的意思 只是确实就是在描绘社会结构了 是这么个表达的方式 啊 那么这种替代呢 啊 确实啊 包括北京折叠也有说到这个问题 啊 这个七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七他是这样的 就是你能够在大城市立足啊 然后呢 但是你不能再过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生活 你的工作不算是稳定 就像以前旧社会的长工一样 就你不能在这买房子啊 就这么简单 第六层就是你能买房子啊 工作稳定 第七层就是你买不起房子 工作不稳定啊 但是呢 你能在大城市待下去啊 我还能赖在这里 那第八层呢 是你有劳动能力 但是你只能勉强糊口 但是呢 你在城市不仅啊 买不起房子 你工作还特别特别不稳定 你时常要被赶跑啊 就是指农民工的这个阶级 那刚才这个第七层是指一般的这种大学生啊 所以在市营企业的底层啊 在国营企业的一些非常边缘的一些 小资源啊 这些都是第八层 那第九层是指一些啊 身体有长占的 没有任何劳动能力的 在城 生活在城市边缘的 经常犯罪的啊 有犯罪比例相对高的多的啊 还有是农村的一些绝对贫困的人口 指这些 那第九层在我们中国就有差不多一多两亿的一个人口 就他们的生活状态几乎是处在国际的这个绝对贫困线上面 就是一美元以下啊 这一部分人口啊比例也相当大 那七八九这个阶层应该说在我们中国可能占了一半的人口 就是你在大城市买不起房啊 然后呢你要时刻要时常要流动啊 整个家庭啊 夫妻双方包括这个孩子啊都要随波逐流 那这样的啊 包括加上农村的啊 广大现在农村地区 你没有出来的已经是完全就是差不多落在这个阶层 就是七八九 好我们再回过头来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那这是一个绝对的非常漂亮的一个精致塔形 就底下基座占了一半的以上的人口 就七八九 前面一二三啊 人数非常的少 可能加起来啊 可能只有一百万人到一千万人 就他们这个统治阶级 是很难受到一个外界环境的影响 而且我们中国将会越来越稳定 这我开始也说了啊 这个作者当时说的时候是有局限性 那这两年呢 其实利益阶层啊 这个统治阶层 它内部的洗牌非常之剧烈 这是我们发展中国家特有的 其实发达国家 他们就很稳定了啊 就他们的有钱阶层啊 德国宝马公司啊 这个几代人都有钱 那都是那个样子 可以想象宝马 它的下一代啊 还是很有钱 那四五六呢 是这个阶层 变动啊 容易最容易受到冲击的 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呢 比如说这个 那个海派亲口的那个 那个脱口秀那个主持人 包括郎贤平教授啊 他都是属于四五六的 他很容易被洗下来 你只要稍微放一些错误啊 你前面所有的积累 都会毁于一档啊 因为你 这个还是不够稳固 他不像一二三 他有特别强的人脉 他的这个代际延续非常的强 哦你是什么人的子女 我知道那当年我受过你的恩惠 他稍微拉拔一下你 那他因为他是这个阶层的 这里面作者还有一句话就是 如果一二三的人 他在对底下的人稍微一提鞋 你很容易变成第四层 或者是第五层 所以我们看到一二三的人 他是不容易掉下来的 你只要是在那个上面混了 你认识那些神仙 那么你这些子女哪怕很傻 我们看到那个毛爷爷的那个小孙子 哪怕你很傻 但是你能日子一样过得很好 因为毛他长时间就是处在中国社会最尖端的那个人 别人是吧 受过你的恩惠 这个受过你建国建党的这个 建国的这个这个能量的这个光环 人家也会照顾一下你的子孙 不容易掉下来 当然四五六就很不稳定 他时常啊 只要社会一变化 不需要很大的变动 稍有波动 他就会受到一个影响 我们看到这最近十年二十年房地产行业这个发展的很快 那四五六就在不停的剧烈洗牌 那我们这集就不细说了 前面已经说了很长时间 那七八九阶层是在我们中国啊 作者用了一个词叫做 这个这个是被放弃掉的阶层 就是很少国家像我们国家这样对七八九 尤其是对第九层就没有任何的关怀 只有这个逢年过节一个领导 象征性的给你一点小礼品 实际上你的生老病死啊 就要靠你自己的叫听天有命了 这个我们也看到这个有时候新闻报道 有一些村里面他的老人到了一定年纪 就是叫什么 亲儿子不如药儿子和神儿子 就是如果生病的话 你自己养的儿子啊 还不如去啊 双根绳子把自己吊死 或者是啊 投到河里面去把自己淹死 就是因为自己生下的孩子 他也很困苦 他也有孩子要养 那你一个老人啊 你在生病的情况下 你就只能没有任何依靠 因为他说要儿子是什么 包括什么 把儿子把他当儿子来看 但有没有想过国家这个概念呢 没有国家这个概念 国家会帮忙吗 你不要想 要也算一个儿子 这个神子也算个儿子 国家能叫儿子吗 不能叫 国家可以依靠吗 不可以依靠 所以他们就去投进自杀了 当然这个是作者当时的一个观点 不代表我的观点 我的观点反而是这两年 其实我们对底层的照顾和关怀 慢慢的在增加 至少这样的一个社会气氛啊 慢慢的媒体在营造 这也是我最希望看到的 其实我们不管一二三四五六七怎么变化 我们这个社会对第八层 对第九层的这个社会关怀 它一定要体现出来 这样才能维持住这一到九 整体的一个安定 然后最后呢 我们能够慢慢的发展成什么 把五到七这一个阶层 拉得无限大 把一二三给制约住 就是五到七 它可以制约一二三四 同时可以拉拔八和九这个阶层 变成一个橄榄型的社会 就像欧美这个样子 当然橄榄型也有他们自己的问题 比如说他们上层太稳固 虽然说受到了限制 受到底下中产阶级的这个 新闻自由的监督啊 投票的监督啊 但是他们因为我牺牲一部分 暂时的权力啊 不乱搞 不像李刚这种啊 我爸是李刚 不像这种乱搞 但是他取得另一种好处就是 其实他的这个待机延续 比我们中国还要好得多 好了 那这一集就先讲这么多 如果觉得还OK的话 那我接下来再讲 我们这个社会的一些事件 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这个社会封城 有一些什么样的关系和联系 感谢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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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n